超音速客机又文艺复兴了 美国NASA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客机上玩出了新花样 静音超音速飞机X59 顾名思义 把飞机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报削减 而且打算年底之前在德克萨斯州试飞 预计2023年在美国空域上方飞行 最后在2023年 2024年到2026年测试X59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飞行时 噪音对居民造成的影响 如果一切顺利 那么在2027年X59就能和大家见面 彻底改变全球的空运 甚至说战斗机也能静音飞行 那么X59的静音飞行是如何实现的 静音飞行技术对战斗机有用处吗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X59 做了人类想成仙 生在地上要上天 自从莱特兄弟自制的飞行号1号完成动力飞行之后 航空也在短短的100年里急速发展 等超音速战斗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 超音速客机就成为了当时的潮流 英法 苏联 美国都有研发超音速客机的项目 从当时的航空技术而言 超音速客机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超音速客机特别适合中长程的航线 就比如一般的客机从纽约到伦敦需要飞7个小时 但如果是超音速客机 可以将时间缩减一半甚至更多 所以理论上超音速客机可以在相同时间内 在同一条航线上运送相同数量或者更多的客人 而且在人力和维护方面也能降低成本 以时间换取经济效益 就是超高音速客机的经济动力 英法 美国 苏联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的 结果却跟想象的完全不同 美国在1950年代喷气式客机的市场上如鱼得水 想着超音速客机也是首到勤来 其中波音公司在1952年的时候就对超音速科技展开了研究 1963年的时候 美国成立国家超音速客机计划 美国的各个厂商都来竞争 最后的胜者就是我们熟知的波音2707 按照美国的技术 研究个超音速客机自然是不在话下 只是当时的美国兴起了一阵环保意识 对超音速客机会产生音爆 破坏臭氧层这点挑出来说事 结果这事就黄了 虽然总统支持 但是参议院和国会老爷都不同意 连钱都拨不下来 谁还继续研发呀 最后的结果就是波音笑嘻嘻的来 黑着脸走 而英法的协和号和苏联的图144 都是相继研发成功 虽然图144的研发时间比协和号早 但是论名声还是协和号更大 毕竟图144的寿命着实有点短 1977年11月开始用于客运飞行 但是到1978年6月就不行了 在短短一年的运营中 图144只完成了55个航班 在短暂的辉煌中 图144出现过两次致命的事故 其中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巴黎航展上 原因至今不明 另一次发生在1978年的一次试飞中 飞机又以燃油管线出现裂缝 辅助动力装置启动时 泄露的燃油被点燃 引发机体大规模火灾 飞行员设法驾驶飞机 完成了一次相当成功的基附迫降 不过基比摩擦地面折断 横飞的机身残片组织 还是砸中了两名飞行员 而燃料管线破裂 也是飞机被认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 事故发生后 图144的客运航班也立即被叫停 而协河飞机还算是艰艇 寿命长得多 1976年投入市场使用后 主要业务就是跨越大西洋 飞机进入巡航阶段的速度 能达到2.04马赫 大约2180公里每小时 从巴黎飞到纽约只需要3小时20分钟 比普通的民航客机 节省了一半的时间 协河号一直坚持到了2003年 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 飞机失事的情况频繁出现 坐飞机的人减少 而且 协河号自己也出现了问题 比如2000年7月 法航4590号班机事件 协河号飞机从带高了机场起飞 没多久 就发生了坠毁 此次失事之后 协河号飞机制造商重新改造机体设计并修补缺陷 甚至利用制造防弹衣原料来保护油箱 以避免油温 以后遭到高速的异物击穿 并且采用了新式的轮胎 防止爆胎时的解体 但尽管如此 因为这次事故 人们对协河号超音速飞机的印象变差了 加上高票价 高成本和低需求的原因 让本就不富裕的协河号雪上加霜 最终银行和法行顶不住了 宣布协河号退役 至此 之前鸿基意识的超音速客机一架都没了 超音速客机虽然更快 但不是没有缺点 英法没能撑下去的原因就是 经济性太差 虽然时间缩短了 但是维修成本和油耗太高 载客量也比一般的客机少得多 为了收回高昂的研发维护运营成本 银行和法行只能靠高价机票收回成本 当时乘坐协河号 从伦敦到纽约至少一万美元 真正的让各位体验到一克值千金 当然了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噪音 就拿协河号为例 舒适程度也达不到顾客的要求 噪音实在是太大了 对于人体而言 75分贝其实就是舒适的上限 而协河号舱内的噪音 却达到了90分贝 这种分贝的效果就相当于晚上的酒吧 在飞机上戴个耳机放够爱都没用 对于乘客而言 坐飞机本身都已经够累了 还要忍受噪音 有点难顶 而且协河号超音速飞机的载客量 一般限制在100名乘客左右 不能当时满足航空公司的运营需求 四架协河客机的载客量 与一架波音747相同 起飞噪音119.5分贝 侧向噪音112.2分贝 进场噪音116.7分贝 因为飞行时的噪音非常大 所以很多机场都拒绝协河号起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音爆 当飞机超音速飞行时 飞机发出的声音密度波 就没办法跑在飞机前面 所以就全部叠加在机身后方 形成了圆锥形状的音锥 当这种爆震波传到时 我们听见的其实就是累积起来的声音 在听觉上就是一声巨响 协河号超音速飞行打来的音爆声 能达到130分贝左右 能传播到40公里之外 需要注意的是 飞机并不仅仅是在突破音障时 会产生音爆 神迹上 在飞机以超音速飞行的过程中 始终会制造出压力波 对个人来说 只有在飞机飞过头顶时 才会听到一次音爆 但是从其影响范围来看 飞机航线两侧40公里范围内下方的人 都能听到音爆的巨响 为了消除音爆的影响 美国禁止陆地上空进行超音速商业飞飞行 所以超音速客机 一般都是在到达海面上空之后 才加速突破音障 这也是协和飞机一贯的做法 但相比亚音速客机 超音速客机由于拥有声组比较低的机翼 为超音速巡航而优化的发动机 除非使用一些特别的技术 比如可变后掠翼 否则 压音速飞行时的效率相对差得多 并消耗更多的燃油 导致经济性奇差 这点其实也是协和号退役的一个原因 从技术上讲 超音速飞行并不复杂 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价格 提供一种大部分乘客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 而且如何消除噪音 这也是超音速客机是否可以商用的关键 接下来就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了 NASA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研发的X95 看开头这个X各位都应该已经明白了 这是个验证机 美国的X系列验证机大多都是破纪录的 虽然有一部分失败 但也积累了一定的技术 X1到X3验证了第一种超音速飞机 飞行速度突破音速X5验证了可变后掠翼技术 X13和X14验证了垂直起降技术 美国X系列试验飞机先后创造了多项人类飞行史上的记录 比如第一次突破音障 第一次飞到了3万米 6万米 9万米的高空 第一次使用合成金属制造飞行器主结构 第一次突破4马赫 5马赫和6马赫 第一次在接近音速条件下验证了整个机翼的层流控制理论 第一次的火箭洲际航行等等 而X59则是第一种解决音爆的超音速客机 使它在内陆也可以超音速飞行 当然了 说是静音 但不可能真的没一点声音 而是将音爆降低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 对地面上行人的干扰和普通飞机一样 如果把音爆复杂点来讲 就是飞机超音速飞行时会产生激波 各位可以想象成水波 不同的是 激波在向外传播时会汇集在机头和机尾 而这两道激波反映到人的耳朵里 就是雷鸣般的巨响 这种响声就被称为音爆 当然这里火力军省略了很多细节 这就不过多赘述了 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 激波造成音爆 想要降低音爆就要减少激波 这个问题美国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解决办法 美国NASA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 可以对机身进行调整 利用机身各部位产生的激波在向外的差异 又使它们互相抵消 使其传递到地面激波强度减少 这样一来就可以降低音爆的影响 不过当时技术步行 没办法进行实验 等到新世纪技术跟上来了 美国就针对激波抵消进行了模拟计算 然后就有了比较理想的飞机外形 2003年的时候 美国就将一架F5E战斗机的机身改造进行实验 结果证明确实成功削减了超音速激波 之后美国NASA就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 从2016年开始进行低音爆飞行展示计划 到2018年改为静音超音速科技 概念机编号X59 全长29米 翼展9米 高4.3米 搭载一具和超级大黄蜂一样的F414发动机 为了降低成本 X59的起落架与F16相同 机舱和弹射座椅则采用T38教练机的 在外形上X59还是比较特殊的 为了削减机波 X59有三分之一的机长都是一个细长的机头 发动机也放置在了飞机顶部 单座驾驶舱也设计成了流线型机身 按照设计时的标准 X59的最大速度为1.5马赫 通过狭长的机身和前压尾设计 X59可以在突破音障时降低空气震波的凝结作用 独特的设计也降低了噪音 X59可以将飞行噪音维持在75分贝左右 在效果上和用力关车门的音量相似 远远低于协和号客机的110分贝 为了量化声音显得更直观 NASA使用了一种叫做感知水平分贝的测量方法 PLDB 传统的音报大约是105PLDB 而6米外的汽车门砰的一声只有75PLDB 这就是X59的目标 当X59以1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时 我们在地面所听到的应该只是轻微的砰砰声 目前X59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测试飞行 预计在今年底之前进行 目标是验证机身的基本性能和安全性 确保飞机在飞行中能够承受预期的载荷 载荷就意味着任何会对飞机结构 施加压力或硬力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 当飞机遇到恶劣的空气 快速转弯和着陆等情况时 就会产生这种压力 第二阶段为噪音测试 预计在2023年进行 将验证X59具备能够在美国空域 进行常态飞行任务的资格 最后一个阶段将在2024到2026年进行 NASA将让X59飞越数个人口聚集的乡镇和城市区域 并在飞行任务结束后 对当地居民进行访问 了解X59在飞越上空时 人们的噪音影响程度 如果X59的测试顺利 那么之后将会朝向商业飞行的路线前进 提供比协和号更为经济 快速且低噪音的载客服务 如果普及之后 火力军认为彻底改变全球空运产业面貌 在此之外的很长一段时间 超音速客机的新闻 应该算是一个月经铁了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几家公司跳出来 说我们要造一款有多厉害的超音速飞机 其中大部分新闻都是放卫星 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不管可行不可行 企业先把话放出去 很多公司的研制计划都一推再推 就比如BOOM也说要造接近两倍音速的超音速客机 最早BOOM表示要先造一个叫BabyBOOM的验证机 在2017年首飞 结果到了2017年 BOOM又改口说这飞机2018年首飞 火力军之前一直都是以为这是在骗投资 结果去年来了一波大新闻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向超音速飞机制造商BOOM 订购15架BOOM Orchard客机 另有35架购买选择权 预计2029年之前投入服务 这也算是侧面证实了BOOM的验证机XB1 其实还可以 之前一拖再拖 或许真的是资金不够 XB1超音速客机的原型机长20.7米 一展5.18米 最大起飞重量6100公斤 航程超过1850公里 该机只能搭载两位机组人员和一位飞行测试工程师 而最终投产的XB1超音速客机机长51.8米 一展18米 比X59更大 可搭载6位机组人员和65名乘客 最高时速2.2马赫 使用超音速客机飞行 未来从纽约到伦敦只需要3.5个小时 纽约到法兰克福只需要4个小时 旧金山到东京只需要6个小时 超音速客机的票价应该相当于普通客机的商务舱票价 也就是比经济舱票价高1.5倍 那么这种静音超音速技术能用于战斗机 首先火力军要说明一点 战斗机在超音速飞行时 产生的音爆并不会影响驾驶员 战斗机的座舱关闭的时候 可以降低一部分噪音 而且战斗机的座舱玻璃 都是由特种材料制造而成 降噪效果比普通的玻璃效果要好些 飞行员专用头盔除了具有通讯 防紫外线 护目 瞄准等功能以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降噪 飞行员的头盔可以说是绝对的密闭隔音 与外界的一切声音都隔绝了 甚至说飞机突破音速后 便原本发动机的噪音都会消失 所以静音技术对于飞行员没用 唯一能用到它的地方或许就是隐身 隐身技术的发展完全跟不上反隐身的速度 未来出现一种根据战机超音速飞行产生的激波 来判断战机的位置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当前的发展来看 战机想用上静音超音速飞行不太可能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气动布局和隐身 战机的机动动作可比客机花得多 当战机超音速飞行时会产生激波 使飞行阻力增加 激波会逐渐在战机前方堆积 形成我们所说的音障 战机在突破音障时 会导致流经机翼和机身表面的气流紊乱 机体产生剧烈抖动 战机操作性变差 飞行员操作稍有不慎 就会给飞行带来风险 为了让战机安全突破音障 各国科研机构构想了不少招法 通过调整战机的气动布局 将气动中心后移 以增强战机的纵向稳定性 研制新型涡轮喷气发动机 降低含道比进一步提升战机动力 改用后略翼翼型 以减小战机超音速飞行时的阻力等等 而静音超音速飞行 主要讲究的就是减少对战机 没啥影响的音爆 所以在气动布局上 二者完全不一样 看着X59跟真尖一样的机头 火力军都感觉没戏 而且气动布局改变在隐身性能也会随之改变 而为了追求更全面的隐身放弃 现在已经实验过的外形 可以说是剪西瓜丢枝嘛 没必要 得不偿失 当然了 战机静音飞行还是有用的 但是静音的方式不能和X59一样 在不改变当前气动布局或者说小改布局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 实现静音飞行 这才是最适合战机的 只是这个可能有点难 总的来说 各国的航空企业没有放弃超音速飞机概念 对新一代超音速客机的摸索和研究也并没有停止 现在航空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 超音速在未来重出江湖 有戏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X59验证机能成功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 10 codes 我们下期见 初omina 位've ised 我们下期见 其实 tér